神的草書的由來 這兩個可以簡化成一個 這個符號是這樣 兩個簡化成一個 然后接着写这边 最中间的 这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 但是这一点不经过 经过到往这边来 这样 那现在 左旁是可以省略的 草书左旁课可以省略 所以到这里来了以后 往这里跑 那这个省略符号是一点 是整一支中间的省略符号一点 然后右边是两点 所以这样子 两点以后就产生这样 我上次有讲过这个密布 另外一种说法是 对称两点 这个上下对称 两点点横的 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是 两个口字的 简化成一个 这样子写法 两种写法写出来都一样的 我再写一次 接着这个纳字 上一次有讲过 桌字 桌 还有乐部 还有若部 它的历书都同一个系列 所以它用桌字的符号 这个桌的 钻书的符号 这样来写的 所以它是相同的 中间这里包容一点 包容空间一点 然后过来 这三个点是对称的 三点 这三个对应点 接着写了 这里面有一点 包容空间的 简化符号要进来一点 好 那接着就 一样的 这里 中间 简类符号 这里两点 我再写一遍 这两个字 神跟蜡 它是蛮好分辨的 它就是 这个部首 和这个部首都不一样 然后上面还有三点 这里是没有三点 只是 这个部分跟它一样 这个蜡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 这三点写完了以后 绕到里面来 然后中间来 再两边 另外这里两画 我再写一次 如果同样一个作品 有两个蜡 那也可以这样子的 来做区别 会比较有变化 这里的神 有三个历书写法 三个历书的右边 所写出来的草书 都是一样的 因为 从这里绕了 里面一点下来 然后这里中间简化 或末端两点 那这个也是绕进去一点 这个虽然是铁 也是里面是一点 所以绕进去还是一点 那它把中间这两画 简化成一画 所以不管它怎么简化 所带出来的草书都一样 我们看这个字是 上下贯穿 直线下来 然后一点 中间简化 或末端两点 那往上看 这个没有贯穿 它是上面先写的 以后接着在旁边 写下面的写法 这个也是一样的写法 就是 上面写 没有直接贯穿 上面 然后接下面 是往旁边 然后写它来 那再往上看 这个就是贯穿的 那贯穿的这里 多了一点 是为了平衡的作用 平衡 所以它 来了以后 先点一点再来 这个也可以写的 也可以 那往上看 这个字的写法 就是那个时代 是这么的写法 那这么写法 是没有用上下贯穿 是上下 上面先写以后 再连接向左边 连接下面 然后这样子连接的方法 就是变成这个方法 写出来的 按这个写出来的 所以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上下 一种是上面和下面 没有贯穿 写出来的 这个那的小传 是跟我们现在所写的 那是一样的 像这个已经不通行了 接着这边 这个字 有的时期 有这种写法 但是这种写法 写出来的就是 就是有的不一样 就是中间先写 然后再 就是进来中间先写 然后再写 画一框 然后再写里面两话 这里面两话 这个那 在下面有点乱 往上看 这个那字 和这个那字 是已经 跟我们现在所写的那 数字很大了 大家有点看不懂 达字的头 写清楚 然后下面 这两点也是一话 这是一话 两话 三话 四话 要简化成两话 从这里开始 然后一个符号 我再写一遍 另外有言行 另外有言行的 再写清楚一点的 这种写法 这个中间的笔画 很多 比较乱 所以还是建议 写这种样子 比较好 中间两话 连的草树的写法 这里面 有一点 这里面有一点 然后从 这里 第一笔写了以后 到了这边 往这边跑 往这边 然后跑到这里 写一点 接着要跑到这边来 要一笔写完 就是这样子写 会比较理想的 然后再来一个符号 我再写一遍 连的原形 达连 仔细看 这个连 里面有包容空间的 一点 但是达 没有这种 包容空间的符号 达字的 历书 到了 现在的凯书 通行字 是这样子的 这个头 都是要很清楚的 头很清楚 但是往上看 这个头 好像是草字头的头 这里面好像 又有包容空间的一点 所以这一点 我们看看 钻书也没有 这样子的 包容空间 也没有草字头 所以这个字 在这里 是问题字 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里有很多的达字 我们可以看清楚 我们可以看清楚 历代的 碑铁的一种遗迹 在这个遗迹 的年代久远 都有 像这种字 它是摆纳本 这是碑铁 什么叫做摆纳本呢 就是红红补补 像和尚的衣服 补了一百遍 所以就产生很多的变化 我们从这个遗迹里面 还可以找到好的线条 像这个字的达字 它从这边拉到中间来 那个线条还蛮好的 像这个字 它变成这里直角了 这个是有点变形 这个也是从这里变成直角 其实它是要从这里 带到中心线来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也是有带到 中心线来的意思 那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断掉了 像是下面这个 也不很自然的 它是要有圆弧形的符号 这个也是 圆弧形的符号 变成很不自然的 这个是大家避免这样的写法 这是大家在看工具书里面 必须把握的观念 字永的连字 就是我刚刚所写的 下面这个是用草书对称 连的左右对应两点来写的 那左边是中间简化 或者一点来写的 这种写法写出来 看起来就容易辨识不清的 那这种写法 看起来没有那么流畅 大家可以去比对一下 像这个也是两点 连成一线来写出来的 那这些看起来就不很流畅的 这个也是不很清楚 字永的这个 是我比较推荐的 看字的草书 第一笔 第二笔 它是一横的符号是一点 然后第三话 然后接着要来写这笔 是这样 它这个意思就是 有通 另外下面的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对称符号两点 一种是把这个写原型出来的 我把它写一遍 这是看的小传 张草草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写法 过去有人这样写 现在比较少见了 这个字就是有两点的写法 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写法 里面有一点 木有一点 这个是木用两点对称符号的写法 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这里面有一点也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样子的写法是写的更复杂了 所以更复杂了 是不是就奇怪了 另外 这个是写的像月的草书的写法 因为木的草书的写法 跟月的是不一样的 木的草书的写法 就是里面有一点或是两点 或是这个对称两点 或是里面包容一点 像下面月的写法 我是觉得不适当 像这个草书的月的写法 我是觉得不适当 左边的王守仁的 这个木这里面有一点是可以的 或是说写两点对称符号 或是写里面包容空间一点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这两个版本 这个木的写法 这里面可以点在里面的一点 那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点点在外面 但是 它不能写成月字 右边的写法是写对称符号的两点 那是可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